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唐玄宗前后当了44年皇帝 此后又当了六年太上皇 当时号称五十年太平天子 他是中国历史上 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 在他的治理之下 当时的唐朝达到了全盛阶段 那么当时的唐朝在各个领域 都取得了哪些让后人惊叹的成就 陕西师范大学于庚哲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中国故事富强篇 玄宗时代 唐玄宗皇帝李隆基 这个人在位的时间足够长 在他的任期内 实现了盛世的目标 开元盛世 应该说从先秦一直到中古这个阶段内 中国历史的最高峰 就是在开元天宝时期出现 那么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就是 唐玄宗所取得的这些成就 它是一个盛世 当然了 还是那句话 任何盛世 我们首先都应该归功于人民的努力 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动力 任何盛世都是人民辛勤劳作的这个结果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政治是否清明 社会是否安定 对于盛世来说 也是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 所以对于统治者个人来说 就提出了很高的这个要求 在唐朝三百年期间 应该说 安史之乱之前的唐朝 国力一直是持续向上的这样一个态势 但是也不是没有波折 你比如说唐太宗时期 贞观之治 这是一个治世 这是大家公认的 但是后来也有反复啊 尤其是武则天去世前后的那一系列政治斗争 不仅血腥 而且关键是 他给社会上带来了不好的这个风气 充满了这个阴谋诡计 充满了派系斗争 所以说 在唐玄宗真正掌权之前 并不是一个太平盛世 那么等到唐玄宗战胜了太平公主 真正自己开始掌权了之后 他呀就好比 好比什么呢 好比是一场强劲的这个北风 一下子把政坛上的那些雾霾一扫而光 带来的是蓝天白云 唐玄宗是怎样的一个皇帝呢 这么说吧 起码在他统治的前半阶段 他真真的是担得起一个明君这样的称号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统治期间的各项成就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政治领域内的成就 政治领域内的成就首先体现在哪一点上 就是君明尘贤的政治空气 这个政治氛围啊很重要 非常好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很多时代之所以在我们今天看来非常的荒谬 那就是因为从君到臣都缺乏一个正字在这里面 而唐玄宗本人是很注意培养这种正气的 唐玄宗继位之初就立下了一个雄心壮志 怎么呢就要立经图治 的确是起码在他统治的前半阶段 他真真的能够做到立经图治 咱们举个例子 比方说在陕西中南山有一块唐老君显现碑 这个碑啊立于开元29年 这个碑文是唐玄宗自己写的 在这个碑文里边唐玄宗总结自己统治的前半阶段 他说呀自打自己当皇帝以来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 这三十年期间没有一天不是四金天早起的 有人听了之后可能要要笑 那长恨歌里边说从此君王不早朝说的是谁呀 不就是你吗 但是大家要知道那是晚年卷政代政以后的唐玄宗 在唐玄宗的前半阶段 他真的历经图治 每天早上天不亮四金天就早早起来打理朝政 处理文件然后再去上朝 上朝完了之后再跟召集宰相们再开会 非常的这个辛苦 而且他这个人还虚心纳戒 比方说在他自己的身边他放了一个金函 这个金函啊一个金盒子 他呀专门放一些建言 这些建言都是这个大臣们上给他的 他挑选的是其中官赦重大的 或者是言之有理的 再一个是文采写得非常好的 他都把它放在自己的身边 时刻拿出来回顾一下 想一想自己当初为什么糊涂会犯错 大臣说的又是怎么样的有理 用来警醒自己 他还下令编撰了那个真观正要 他羡慕唐太宗 他羡慕唐太宗什么 他羡慕的就是唐太宗 法令严格 君明臣直 他要以唐太宗为自己的偶像 为自己的榜样 所以说他的前半生应该说 受到了唐太宗巨大的影响 如他所愿 在他这个阶段内 真正也做到了所谓君明臣直 他的大臣们跟他一样 也是历经图治 你比方说姚宠也好 你比方说宋景也好 你比方说张九龄也好 这些人有个共同的特点 什么特点呢 第一 都是些非常勤奋的人 第二 都是些很廉洁的人 第三 这些人都有着自己独立的思想 不阿余奉承 该提建言的时候 犯言直见 毫不手软 所以说在这个阶段内 无论是君也好 臣也好 应该说都做到了一个字 直 第二一个体现 标秉史册的典章制度 典章制度的建设在这个阶段内 可以说成果斐然 你要知道 如果我们把统治的希望 就寄托在所谓君明臣直上面的话 你会发现 人在 正在 人亡 正习 靠个人的品质 这个东西是无法长久的 一定要靠制度 制度 体现人类的智慧 制度 是经验的结晶 制度 是长治久安的一个保障 所以 历史上 你但凡看 哪个皇帝有没有作为 有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 就是他在制度方面 有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唐玄宗毫无疑问 在制度方面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无论是 田令也好 无论是法律也好 无论是理智也好 他在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改革 成效应该说是 非常非常的显著 比方说 在他任期内 他编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步 行政法典 也就是唐六典 又叫做大唐六典 唐六典呢 是行政法典 唐玄宗啊 开元时期就想编撰这个 结果呢 当时他首先找的是起居舍人陆坚 而且他给陆坚提出 你要按照理教理政行事 六个条目 来制定这个法典 这个法典编撰的时间 历史很长 长达十七年 从开元十年开始编撰 一直到开元后期 也就是开元二十七年 才正式宣告结束 而且经手的人很多 不仅有陆坚 后来还有张悦 还有张九龄 最后阶段 连李林甫也加入其中了 这个有意思了 怎么呢 政敌啊 这几个是政敌啊 张九龄和这个李林甫之间 但是这个政敌 在这本书里头 两人算是聚首了 这部书一共是三十卷 将近三十万字 这个书里边可以说是唐朝 行政法律的一个结晶 也是唐朝政治智慧的一种体现 你阅读它 你就能感觉到唐朝制度之缜密 合理 所以说后来啊 这个后来的历史学家 把唐朝称之为叫律令制国家 意思是用法律来治理的国家 这个不是空穴来风 还有一点 在理智方面 唐朝 大唐开元礼的建设 应该说 也是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一个现象 大唐开元礼 这个大唐开元礼啊 应该说集以前理点之大成 它是在唐太宗和唐高宗的理点基础之上 发展而来的 而且它很完善 以至于它不仅是唐朝 后来就包括宋朝乃至明朝 他们的理点的制定 也多多少少的汲取了大唐开元礼里边的经验 因此大唐开元礼 也是制度建设的一个显著的成果 你要知道 中国人自古以来从孔子时代就讲究治理作业 治理作业 治理作业是为了什么 法律 管的是社会的最底线 社会秩序的最底线 礼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更高的追求的目标 它是一种行为规范 它是一种更高的行为规范 它通过礼乐的建设 要使社会达到一个和谐的目的 在唐玄宗的治理之下 当时的唐朝洋溢着积极进取的精神 体现的是一种昂扬向上的气势 在庙堂之上是君臣齐心的历经土治 楚江湖之远 是无耻同此 耻不言文墨的文化气息 那么在这样的大唐气象之下 当时的唐朝有怎样的国际影响力呢 第三个体现就是崇高的国际地位 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 不仅要有纵向的对比 纵向的对比就是比较前朝吗 比较前代吗 还要有一个重要的对比 应该是横向 就是对比一下周边的国家和周边的地区 我们就对这个时代的发展水平 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那么唐朝处于怎样的一种水平之下呢 应该说唐朝是当时世界上 当之无愧的一个超级大国 当时长安也好 洛阳也好 扬州也好 广州也好 泉州也好 等等这些大城市里边 有很多很多的外国人 这其中有使节 有商人 也有学问僧 也有其他的大量的 其他身份的这个外国人 当时 丝绸之路上 给唐朝输入了大量的珍奇宝货 唐朝人的日常生活 也受到了丝绸之路很大的这个影响 比方说输入的东西 咱们举个例子 比方说葡萄酒 比方说浙糖 这都影响到了唐朝人的饮食 一直到现在 我们仍然受其影响 这是一个 再一个 你比方说服装 唐朝人尤其女孩子 爱穿什么呢 爱穿胡装 爱骑马 这些风习 也都是跟这个外来的影响 密切相关 应该这么说 唐朝啊 真正做到了鲁迅所说的这个什么呢 就是拿来主义 他有着超强的文化自信心 因此外来的事物 我不害怕 拿过来之后 马上就为我所用 马上就与我合为一体 饮食也好 服装也好 甚至艺术方面也是这样啊 你像唐朝的宫廷雅乐里边 好多都是来自外国的音乐啊 比方说这里边有印度的音乐 比方说这里边有西域来的 波斯来的音乐 这都进入了唐朝宫廷的正声雅乐当中去 舞蹈方面更不用说了 你比方说著名的那个霓裳羽衣舞 那个霓裳羽衣舞说白了 其实就是来自于印度的婆罗门曲 至于民间的散乐当中 应该说外来因素更是比比皆是 而且当时李唐皇室就不用说了 我们知道他有一半的少数民族血统 另外呢 唐朝的文臣武将当中 有外族乃至外国血统的 也是大有人在 而且当时就整个这个唐朝的人口组成来说 咱们举个例子 比方说长安 长安鼎盛时期的人口 据估测大概是在一百万以上 而这一百万人当中 外国来的人口占到了百分之二 也就是说有两三万外国人 至于其他的一些城市 你不要说广州啊 你不要说泉州啊 成都啊 扬州啊 洛阳啊 那个外国人也是比比皆是 做官的有 这个当僧人的有 从事歌舞表演的也有 经商的更是大有人在 而且当时 当时与唐朝建立了直接的外交关系的有多少个国家呢 根据唐六典的统计 跟唐朝建立了直接外交关系的有七十多个国家 相当的多了 我们用王维的一句诗来看一下当时的这个盛况 啊 他是这样说的 九天昌陀开宫阙 万国衣冠败免流 是这样的 这是多么壮观的一个场景 而且唐朝当时啊 不仅我们从外边输入了很多的东西 我们对外的文化辐射力也是相当的强大 我们的商品 丝绸 瓷器这些东西 远消一直到欧洲 再比方说 日本 日本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巨大的影响啊 当时 浅唐使一波接一波的来到唐朝 就是为了学习先进的这个文化 日本的首都的建设 你比如说平成经的建设 这个平成经的建设 几乎你去看 它几乎就是一个缩小版的长安城 那个设计图纸几乎是一模一样 再比方说你建真和尚 建真和尚六次东渡日本 最终成功 他给日本带去了很多先进的这个文化 包括佛经 包括这个医药等等 建真的背后 就是那个强大的这个唐朝 做他的后盾 唐玄宗当政之初 广师德政 重视民生 唐朝的威名 远波海外 有着崇高的国际地位 而衡量一个王朝强盛的标志 除了看他的影响力 还要看他的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 他统治下的老百姓是否生活富 那么在这一方面 唐朝是否有骄傲的资本呢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经济方面的成就 唐玄宗本人呢 应该说在经济方面 他达到了唐朝的一个最高峰 真正做到了前无古人 唐朝从建国之初 就一直想超越 隋扬帝大业五年的各项经济指标 到了唐玄宗的手里头 这算是真正得以实现了 衡量一个时代的发展水平 按照古代的标准来说 重要的有两个标志 哪两个标志呢 一个人口总数 再一个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 就人口总数而言 那么唐玄宗时期的人口 达到了怎样的一个规模呢 唐玄宗时期 登记在册的总人口的数量 大概是五千到六千万之间 但是考虑到 当时有桃户现象的存在 因此一定有不少的人口 不在户籍的统计范围内 所以我们估计 现代学者做了一个估算 认为唐朝的总人口 在开元天保年间 大约达到了七千到九千万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规模 这是怎样的一个规模呢 你要放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是当时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你比如说欧洲 欧洲要一直到十四世纪的时候 它的整个一个大洲的人口加起来 才达到了八千一百万 而在它之前几百年 唐朝开元天保时期 就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规模 这种人口规模就说明了 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进步 能养活得起 就是这个意思 那说到养活得起 我们就得说一下这个粮食产量问题 当时唐朝农业非常的发达 唐玄宗也很重视这个农田水利的这个建设 因此农业发展在开元天保年间 也达到了一个巅峰 那么这个时候的人均粮食占有量 达到了怎样的一个规模呢 根据现代学者的一些推算 有学者推测说 唐朝在天保初期的时候 人均粮食占有量大概达到了七百斤左右 你要知道 这个数字在古代社会 也是相当相当了不起的一个数字 因为他基本可以说 他实现了中国农民 长久以来的一个梦想 中国农民有一个什么梦想呢 耕三于一 什么叫耕三于一呢 意思是说 我每耕种三年 起码让我攒下来的粮食 能够让我在荒年来临的时候 颗粒无收的情况之下 起码能让我挺一年以上 这叫做耕三于一 可是问题就在于 耕三于一是一个梦想 是一个理想 在中国古代的大多数时段 它是难以实现的 但是如果说人均粮食达到了七百市斤的话 要我说 耕三于一的理想 应该说基本上已经实现了 这也是农业经济领域的一个成就的体现 所以说从人口和粮食两个角度来看 我们能看得出 开元时期真正的能够达到盛世的这个标准 而且社会也非常的安定 我们来看一下杜甫的议西施里边是怎么样的回忆的 他说 什么意思呢 致安好 神州大地 道路上没有豺狼虎报 也没有那么多的劫匪 因此出远门不用算日子 不用选什么黄道吉日 想走就走 而且大陆之上 这个装载着各种豪华的这个纺织品的车辆 也就是说这些商骨的车队 这个可以说是人马喧嚣 农田里头 农夫正在耕地 农舍里头 农夫正在纺织 一切都是井然有序 也就是说 社会出现了一个非常稳定 非常繁荣这样的一个景象 是啊 治安好 自古以来 一个社会 治安如果要想好的话 一定要让大多数的人 有自己的生计 要过得好 治安自然也就上去了 所以说在唐玄宗时期 唐玄宗时期 也是唐朝文化的一个鼎盛时期 唐朝在这个阶段内 可以说人才辈出 成国 匪然 唐玄宗本人很重视儒家思想的建设 也很重视教育 那个时候 这个各个州都普遍的开设有州学 很多人都能够接受教育 全民的教育程度 都有一个显著的这个提高 唐玄宗本人还很重视理智建设 比方说 他曾经亲自书写十台孝经 这个十台孝经刻在碑上 现在呢 放在西安碑林博物院 是碑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这个东西说明了什么 这就是文化建设呀 唐玄宗在做什么 唐玄宗在全天下进行孝道的教育 他认为通过孝 进一步就能够达到中 中孝两全 这就是儒家的思想 这是他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努力 而且唐朝在这个地方 水稻渠成的迎来了 自己文学的最鼎盛时代 这个年代 有一些光辉灿烂的名字呀 李白 杜甫 高施 这个岑申 王维 贺之章 张九龄 等等等 这么多辉煌伟大的名字 集中出现在这个年代 难道是偶然的 绝不是偶然的 首先 它是唐朝文化发展的这个结果 唐朝从武则天时代开始 高度重视这个文学的这个发展 武则天在科举当中 家世杂文 当时的社会风气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景象 无耻同子 耻不言文末 人人都致力于 这个诗词歌赋的这个创作 所以说这个文学里边 你要知道 一句话 群众基础雄厚 所以才堆砌出了这样一个 辉煌伟大的金字塔尖来 李白杜甫 这是金字塔尖当中的人才 他们的涌现 是建立在雄厚的群众基础之上 而且当时的唐朝的这个文坛 应该说那个文风 相当的雄健 这就是唐朝气魄的体现吗 你看 在此之前 你比如说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那个时期 上官婉儿品评诗歌 当时他是文坛之领袖 他是一介女流 但是你看人家品评诗歌的时候 人家要求的是什么 人家要求的是 瓷器要昂然向上 什么叫瓷器啊 那就是诗歌当中 体现出来那种自信心 那种胸怀抱负 你要昂然向上 这就是大唐文化的一种体现 而我觉得圣唐的诗人当中 要说这种气魄最杰出的代表 毫无疑问的 当然就是李白呀 你看看李白那个气魄 千金散去 还付来 什么 天生我财 必有用 养天大笑 出门去 这个我被启示 彭毫人 这些说白了是什么 这就是一种 文化自信心的一种体现 是一种个人雄心壮志 个人报复的一种体现 这种气魄 说白了 就是大唐之气魄 正如这个余光中 先生所评价的这个李白 说李白这个袖口一土啊 便是半个圣唐 是这样的 李白的精神 就是大唐精神的 一个集中的体现 李白的文学成就 就是唐朝文学成就的 一个集中的体现 读懂李白 也就读懂了圣唐 而李白的出现 不是偶然的 他一仰赖于 从出唐以来的文化的积淀 二仰赖于 开源天宝时期 这个雄厚的物质基础 唐玄宗在他执政的前半阶段 可以说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 他有超越前人的渴望 更有亲力亲为的勤奋 正是在他的表率作用下 唐朝上下其心 最终开创出一个 不同以往的新时代 所以唐朝才有豪迈的气象 所以才有李白这样 天才诗人的横空出世 而这一时期的唐玄宗 在他的身上 还有哪些可贵的品质呢 请继续收看 中国故事富强篇 玄宗时代 开源前期的唐玄宗 应该说 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 而且他身上还有两点 应该说是难能可贵 一个就是注重这个节俭 他非常的注重这个节约 你要知道 他继位之初 他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在唐中宗时期 整个社会奢靡成风 社会风气 已经堕落到了一个 无法收拾的这样的一个地步 而唐玄宗上台之后 唐玄宗尤其是在战胜了 太平公主之后 唐玄宗真正的开始掌权了 唐玄宗就开始了一个 廉政的建设 而且他以身作则 首先从自己做起 并且要求百官 都要和自己一块 过节俭的生活 比方说开元二年七月 他就下达了一个命令 什么命令呢 要把那些多余的金玉宝器 都把它毁坏掉 百官按照规定 该佩戴有什么浴石 装饰的你可以佩戴 但是除此之外 禁止你们过那种奢侈的生活 甚至于已经支撑的那些锦绣之类的东西 他都下令要染成这个灶色 也就是染成黑颜色 宫中的支锦法 当时长安有一个 洛阳有一个 他下令全部给我裁撤了 不要 过最简单的生活 就是这个意思 有一年正月十五 这个正月十五 唐朝的风俗和现在是比较相似的 都要关花灯 都要狂欢一下 结果这一年 唐玄宗下令全天下大补三日 就是大家可以举行宴会 而且可以举行各种歌舞表演 而且在这一天 他还想登上城楼 晚上他想登上城楼 去看一下城内的热闹景象 凑下热闹 你要知道唐玄宗啊 早年间在海市藩王的时候 唐玄宗就是一个很好玩的人 这个人性格很活泼的 当了皇帝之后呢 他还想继续这样的 这个快乐的生活 但是你要知道 这日你身份不一样了 你是皇帝啊 你的一言一行 全天下可都看在眼里啊 所以当时大臣严挺之 就给他提出来 说啊 您哪 不能这样做 您现在一举一动 要想到要成为天下的一个典范 所以像这样的热闹 别人能凑 你不能凑 你不能去 甚至于你宫中这个节日啊 过得也要节俭一些 唐玄宗马上就听从了他的建议 下令不上城楼了 要节俭过日子 皇上提倡节俭 那么陈下还好意思奢靡吗 所以当时的官场风气 得到了一个根本性的扭转 整个唐玄宗统治的前半阶段 应该说大家都过着那样简朴的生活 姚宠宋景等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他们甚至呀 有的连自己的私宅都没有 有一段时间甚至住在办公室里边 还有比你比方说这个大臣这个卢怀胜 卢怀胜那个死了之后 留下了家产 自己的那些儿子们 甚至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障 都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 你可见其连结 唐玄宗还有一个特点 这个人特别的重视这个民生 他高度重视农田水利的这个建设 而特别的重视这个民生 每逢灾疫他都要主动的减 减少自己的膳食 以示与民同苦 而且这个人很难得的一点是 大家要知道 他是作为一个宗使 一个郡王 后来当了太子 进而当了皇帝的 这个人除了幼年有一段时间 是在宫中生活的之外 大多数时间段 他是生长于基层的 李隆基早年间 在基层的这个经历 比方说他担任过陆州别家 像这样的一些经历 对于他后来的施政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懂得老百姓的所思所想 所以这个人非常的重视这个 这个民生 在这方面应该说 他给全天下都做了一个 良好的一个典范 当时的大臣们和他一样 也都非常的重视 农田水利的建设 重视民生 当时有很多大臣 咱们这么说吧 唐朝三百年 你要说农田水利 哪个时间段 是一个巅峰的话 首推就是唐玄宗 开元天宝时期 开元天宝时期的 农田水利建设 达到了唐朝的一个最高峰 这些东西跟民生 应该说是密切相关 到了开元十三年 在宰相张岳等人的建议之下 唐玄宗举行了泰山风扇大典 风扇这个事情 自古以来就有 但是中国历史上只有六位皇帝 敢进行这个风扇大典 为什么呢 因为风扇要求很高 第一 必须要是太平盛世 第二 必须要有祥瑞 很多皇帝 尽管他的统治也相当的成功 但是他也没有那个底气 去举行这个风扇 比方说清朝的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 在位这么多年 多次来过泰山 也曾经登顶 先后六次登顶 但是他只敢搞一般的祭祀 他不敢进行这个风扇 而唐玄宗开元十三年 进行了一次风扇 应该说他够不够格呢 要我说他真的够格 而且在这个风扇典礼上 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体现了他对于民生的重视 比方说回来的时候 曾经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一场宴会 你从这个宴会上 唐玄宗的这个言行 你能看得出 这日唐玄宗真的 心里头始终挂念的就是民生 而且呢 他非常的 这个时候 他非常的明白势力 能够明辨是非 当时他路过这个宋州 宋州啊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的这个商丘 路过宋州的时候 举行了一场宴会 随行的官员在场 宋州的这些地方官们也在场 结果在这场宴会上 唐玄宗呢 很高兴 酒憨而热之际 唐玄宗站起来说 说我这一次出巡呢 不仅是为了风扇呢 也是为了体察民情 而且我发现了 我自己出去走一趟 跟派使者出去走一趟 还真不一样 我以往没有少派使者出去 但是现在看来 他们啊 多多少少 都扭曲了真相 给我汇报的都不是真相 我这一番出巡 我发现了几个特别的人才 比方说 啊 他列举的第一个 怀州刺史 王秋 说王秋这个人呢 跟别人不一样 有的地方官见我来了 那就要把最好的东西 都要贡献给我 啊 这个 甚至于正常需求之外的东西 他也要贡献给我 可是王秋不一样 王秋 给我贡献的 就是最基本的这个物资 最基本物资之外的东西 他一丝一毫也没有做过贡献 这就足见这个人明示里懂法度 这是一位 还有一个就是魏州刺史 崔勉 说崔勉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呢 啊 唐玄宗原话是这样说的 贡张无锦绣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沿途的地方官啊 都要给皇帝啊 车队来了之后 都要给皇帝的车队提供什么呢 提供这个什么 帷幕啊 帐篷啊 就这些东西 这叫做贡张 有些地方官 为了讨皇上的欢心 献上来这些贡张啊 上面都是用锦绣做的 但是咱们这位崔勉 提供的这些贡张 全部都是素面 没有花纹 没有织紧 很朴素 唐玄宗认为 这个要比你们贡献的那个锦绣要好得多 啊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第三一位 是谁呢 是冀州刺史 裴耀卿 裴耀卿在皇帝路过的时候 裴耀卿给皇帝上了一个建言 是怎么说的呢 裴耀卿说 说您千万不要忘了这次泰山风扇 您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您是要向天地告成 什么叫告成呢 意思就是说 向天地汇报自己的政绩 汇报说我们现在天下 已经是天下太平了 太平盛世 而裴耀卿特别指出 如果您这一趟出巡 劳民伤财 给老百姓造成了额外的负担的话 那么我就问一句 您还有什么脸面告成呢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皇帝拿到这个之后 也很高兴 皇帝特地把裴耀卿的这封建言 放在了自己随身的那个金函当中 时刻拿出来警醒自己 唐玄宗下招 要求把刚才提到的官员 全部都加官禁决 唯以重任 唐玄宗此时应该说 他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 他的施政是卓有成效的 他的理念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 在他的统治的前半阶段 唐朝迎来了一个最鼎盛的阶段 这个也绝不是偶然的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叫做唐宗宋祖 还有什么 我公迈唐宋等等 可见唐和宋是紧密相连的 那么唐朝有贞观之士 有开源盛世 那么宋朝有怎样的盛世呢 我们留待下来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